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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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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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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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第六节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现在请大家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臣 李宗盛 在这段疫情 作词 李宗盛 我们同样的 和香港国安法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阿们 作词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主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阿们 作词 李宗盛 成就 李宗盛 成就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甚至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然后在四章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但是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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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有时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而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救世 救世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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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成新的了 以前我们看人 看事 肯定是用世界的眼光 世界的眼光 肯定是那些精英主义 我们肯定是要做领袖 要做我的领袖 我肯定是要那些强人 分事的领袖 正在政治的强人 才带领我们以色列民族 来从罗马的统治下得释放 我们要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应该有的表现 但是主耶稣来到谦谦和和 其作奴驱子进入圣城 他心里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有人用过一个这样的诚语 他说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不是要攻打那些实际的尊雅的城墙堡壢 他说真正的勇士 是能够攻打他心灵里面 他的自我那个堡壢 他能够策毁这个自我的堡壢 这个就是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勇士 谦卑是用神的眼看自己 以前我们用自己的眼看自己 就觉得如果我有些什么的特长 我有些什么的强项 我就会觉得这个是我的 我比你们更聪明 我和人比较的时候 我休成了 因为这些是我与生俱来的 好像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样 但是当你认识神之后 你会明白 有一切都是灵受 我的生命是神做的 我不是由石头爆出来的 我不是自己做自己出来的 我是神做我在武福当中的 我的圣情 我的品格 我的恩赐能力 都是神给我的 有祂的目的 神要藉着这些特质 是要建立祂的教会 要我们在地上面 荣耀祂的名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明白 我的一切所有 我的特质 我的圣情 我的能力 都是神给的 是为了要我和其他人一起配搭 原来是在神的家里面 大家好像一个身体那样 互相分担 互相分享 彼此配合 前书的十二章 就用到我们是一个身体 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 就等于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身体上面 我的头上面 是有眼耳口鼻的 然后有这个身体 有手有脚的 圣经就描写到 我们好像这个身体上面 一个的部分 你可以是眼 可以是鼻 可以是口 可以是手 可以是脚 我们都是一部分 但我们不是全部 我们需要其他人 来到配搭 以至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 所以我们是要 谦卑的意思就是 我要认识到 我只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是全部 我不可以自己做完所有的事情 神不只是要靠我的 神不需要我的 神给我能够服侍 是恩典来的 这个不是神欠我的 也不是神没了我不行的 这个就是正确看自己 然后我们也都这样 正确看别人 我们就能够看别人 比自己强 我们就能够看到 别人身上美好的地方 神给他的特质和优点 我们甚至能够觉得 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你的质素 你的素质 都是很需要的 我们每一个 没有哪个的所谓恩赐 是重要一些 这个是不重要 没有这一样东西 各样都这么重要 没有了一样都不行 所以有人做过一个例子 他说一个身体里面 你觉得哪一个的肢体 是最微不足道 有人说脚趾尾 那可能真的好像真实的 但是如果你斩了脚趾尾 你发觉有什么现象出现 原来当我们没有了脚趾尾 或者没有了脚趾尾 你站在那里的时候 你会失衡 你站得久 你会失平衡 你甚至会跌到 所以原来我们的身体上面 每一部分 都是神精密的设计 不可以多 不安易少 他都有他的作用在那里 我们的脚趾尾 如果没有了 你是会失衡的 你是会跌的 你可能你不发觉 当你没有你才会觉 那些你平时觉得它重要 或者你所谓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已经责以为常的事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样 谦虚 谦虚就是我们能够用 神的眼光 正确看自己 非以亦人 乃亦依人 谦卑就是承认 我只不过一个仆人 是神的仆人 祂是我的主 祂分派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很容易 就会有谦卑的时候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看法都好 如果那些跟真理无关 跟对错 道德 真理无关的事情 只不过是做事的 是不是好一些 是不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不要紧要的 我们可以聆听别人的意见 甚至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看法 去接受对方的意见 看一下这样 会是怎么样 然后帮助大家一起明白 我想这个就是谦卑的意思 然后他就提到温柔 温柔 保罗提到温柔的时候 温柔又是一种什么的素质 原来温柔 在希腊文的里面 他有一个看法 他说温柔 是一种的 那个人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发怒 在不适当的时候 就不会发怒 温柔的人是能够 因为他让神管治 操控底下 他事事 能够按照神的带领 任除人的不友善对待他 他不报复 他不报复 他心里面不会报复 我是做男士的事工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 温柔的人 通常男士和女士 我们的描写 通常都说女性温柔 男性是刚强 我们觉得这个形容词 男士应该强 男儿当自强 男子看大丈夫 女士温柔 他们是一种游性 所以有人描写 男士就强在左脑发达 他们分析能力很强 做事的能力 办事能力很强 女性就是在美感 艺术 艺术 感性 表达 那些女士很强 他们可以如数加珍 他们说话也比我们强 他们转数很高 他们能够如数加珍 说很多的事情 但是男士就不行了 然后发现 原来女士 她的左右脑都很强 因为我们男士 只不过我们的左脑 就强过我们的右脑很多 所以男人不善于表达情感 却是对怒气情有独钟 意思就是说 男士不善表达情感 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 男士不是很多 知心的朋友 他就很多时候 会把所有东西放在自己心里面 因为他觉得 我不可以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一面 我就要告诉别人 我可以的 我可以搞得定的 那这个才叫做大丈夫 这个是世界的文化 世界社会的文化 罪的文化 带来的价值观 其实是错的 人承认自己软弱 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能够承认自己软弱的人 才是大丈夫 一个能够说抱歉的人 才是强者 如果只是说自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不肯认错的人 是不是强者呢 我不觉得是 一个能够认错 承认自己软弱 那个是强者 真的是大丈夫 男子汉 但是今天的社会的情况 不相同 所以男子就通常来说 不懂表达感情 就压抑自己 当他真正压抑不了 就好像爆煲 所以男子 当你晚问他 晚问他 说多几句 他就发生了 就会爆粗了 就是我们说 发脾气 骂人 有时甚至 会有很多人 就借走销售 借着一些东西 来表达他里面那些抒发了 女士就不同 女士抒发他的情感 很容易的 一不开心 打个电话 立刻找那几个聊天 找人聊天 一路聊一路聊 可能就哭一餐 他就很舒服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女士 会长寿过男士 其实有原因 因为他懂得 抒发自己的压力 时时抒发了压力 男士如果时时屈住 其实真的不是很好 这个真的是题外话 回来就是温柔 这份的温柔 就是在神的里面 有那种的控制 能够操控自己的怒气 能够在神的里面 有这种的能力 所以温柔的质素 在教会当中 是很重要 以免我们 大家好像两只牛在那里撞 大家一发生 大家就撞 不停得了 只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才知道 最后好像有一套电影 那样说 武俠片就说 一横一树 最后一定要一个躲在那儿 一个要倒下 跌低这样才叫做赢 不是的 在教会里面 不会的 教会全部要双赢 我们要在主里面 我们要双赢 我们不是要一横一树 好 接着第三种的素质 第三种的素质 是忍耐 忍耐是什么的素质呢 忍耐的这种素质 就是叫做长久的忍耐 这种质素 是有一个神的仆人 为这个字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能够报复的时候 却不去报复的精神 你有能力去报复别人 但是你却不用这种能力 这个就是忍耐 你能够操控着自己那种的怒气 操控着自己那种报复的心态 拒绝报复的精神 就是忍耐 能够承受别人的伤害或者是凌辱 而不会怨恨素质 反而是能够很以这种的温柔 和我这样去忍受那些 不是很得人喜欢的人 甚至因为他们的愚昧 你不会发生的精神 这种就是忍耐 保罗首先是讲到 他说这种忍耐的证情 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 神是长久忍耐的神 long suffering 神对我的忍耐是长久的忍耐 他描写自己以前是多么暴裂的一个人 因为他杀死了神的仆人 史提反还以为这是很公义的 为神做了大事 后来他才在以马五思路上与神相遇 他才知道自己做错 然后他的生命就完全彻底的改变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没有忘本 他时时记住我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灰 我甚至杀了神的仆人 所以我是罪人的罪灰 我本来是活该死的 但竟然神怜悯了我 宽恕了我对他的顶状 然后他竟然还呼召我 让我作为他伯人的一个恩典 他以这个成为他自己的见证 写了在比特前书的第一章里面 作为后世历世的人都可以中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 他说给后世相信的人作榜样 行狗的忍耐作为得救的恩友 神是行狗的忍耐的神 因此我们应当也都学习主对人的忍耐 因为我们都是蒙了联敏 宽恕别人 好像神宽恕了我一样 当然这个宽恕不是说我们 只眼开只眼闭 圣经里面讲到的 柔和 谦卑 温柔 忍耐 全部不是说我们对公义的事 对罪是只眼开只眼闭 绝对不是 而是说我们在爱里面讲诚实的话 我们正视罪恶 但我们不会去踩死他 不是去判断他 反而是会给他悔改的机会 另外一个字就是爱 第四个字是爱 保罗提到在这里 第四个字就是爱 他描写的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容 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 不同的字来形容爱 希腊文是一个很仔细的文字 每一个字都可以表达一种特有的情况 和内容的 所以他用了四个不同的字 有讲到男女之间的爱 有讲到朋友之间的爱 有讲到家庭之间的爱 但是他却是用阿加皮这个字来描写耶稣基督神对人的爱 他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都活出神的生命和榜样 我们应该有这种基督的爱 我们以基督的爱去代人接物 阿加皮的真正意思是不可以征服的人德 或者是美德 是不被征服 即是不可以有东西可以胜过他 意味着以爱能够胜恨 以善去胜恶的一种能力 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提到 阿加皮是一个有这种爱心的人 他对待人的时候 无论别人是怎样待他 我们都会从他的好处 对方的好处来着想 甚至一个得罪我们的人 或者跟我们的意见性格 看法很不相同的人 虽然我们会表达了 温柔地表达我们的看法之余 我们都会尽办法 去想一下 怎样能够做的时候 是对对方最好的 是能够产生一个建立的作用 而不是拆毁的作用 他是会用这种的眼光 来去看事物 一个有基督的爱的人 他跟人相处之间 有时遇到一些不是很客气礼貌 或者跟自己性格很不同 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 甚至有些很激烈的讨论 但是他不会 不会很快就上了心 觉得他正在针对我 因为他会反过来 去想以对方的好处 帮助他的态度 来去想事物 这个就是 阿加皮的爱 保持一种不能征服的善意 阿加皮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 它驱使我们不会发怨言 也都不会发怒气 不会发怒 不会想报复 对任何人 我们会为对方的好处 来着想 我们有这种 这样的数质 所以见到对方 或者见到别人 有不对的地方 我们不会当众 这样去 适落他 当众指责他 而反而我们会单独 好像马太坊 18章18章 单独私下跟他说 希望挽回这个弟兄 希望在私下提点他 指出他的问题 然后让他知道 他可以改变 这种就是爱的表达 最后 如果有以上这样的数质 谦虚温柔忍耐 和爱的宽容的时候 教会里面应该出现了的 就是平安 和睦 和睦相处 他说大家就会出现一种和谐相处 所以保罗说 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持的合一 的和谐 这种的平安 在我们的中间 和平的定义 是人与人之间 一种良好的关系 peace这个字 其实是讲一种心境里面 先来自心境里面 一种平和的状态 这种心境的平和 再推前就是 你与天地间造物的主有和谐 如果我们心境不平和 是反映着我们和神 做物主的关系不和谐 我们就里面 就不平衡了 当人和神不平安 我们里面就和自己不平安 当一个人和自己不平安的时候 他就和周围的人 事物都不平安 他见到人 他就会随时触发他的怒气 他会宣洩他的怒火在别人身上 他见到有只猫走过 见到有只流浪狗 他会拿一只脚去踢他 他会拿东西去逮他 发泄他的怒气 所以他会伤害世界 你看到包括大自然都会受灾害 所以当人有平安 这个平安首先是要和神建立这种和谐的关系 建立和谐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 藉着福音要带给我们的和谐 我们要和神和好 我们要和神和好 然后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有平安 我们有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灵 在我们里面 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灵 以至由这个里面的新的心灵 产生和别人有一种和谐的相处的关系 也和周围的事物有一种平和的关系 这个就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和谐会怎样呢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在德国有一间的修道院 他的门口挂住了两对 我们叫做鲁住了 就是他们交叉 线着一起的鹿角 这对的鹿角是一对的鹿 因为很久之前 因为在那里要争斗的时候 有时候那些鹿 特别是当交配的时间 那两只红鹿就会打斗的了 打斗 来争取那个繁殖权 然后他们打打打 就叫鲁住 他们的角就鲁住在一起 然后看哪一只够大力 然后打低对方 但谁不知这两只 他们势均力敌 结果这两只鹿的角 交参住是脱不了了 最后发生什么事呢 这两只鹿 因为大家都不能够脱离对方 最后他们两只 就饿死了 最后两只就饿死了 所以有一位仆人 看到这两只 这对挂在修道院上面的鹿角 他就这样说 我希望能够带着这对的鹿角 去到家庭的里面 或者去到学校的当中 警告人 被人看到 与人相斗的结局 就像这两只鹿一样的下场 就是自取灭亡 我们都希望 将这些鹿角 带给每一个教会的 弟兄主媒看一看 让他们记住 这个无言的讯息 这个记号 让他们深深印在心板上面 使我们每逢 有与人争执或者冲动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起 这一幅的景象 当我们鲁住的时候 最终就是两败俱伤 大家一切都会灭亡 而相反的会是怎样 我盼望相反的就是 弟兄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第一到第三节 大家很熟悉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晓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桑 又流到他的依侵 又好比黑门的金路 降在石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弟兄姐妹 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对的老角代表 如果人要相争的时候 结果就是灭亡 在这里说 如果弟兄默默同居 最后结果就是 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是永远的生命 当教会 揭力保守 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在这种和諧 相处的里面 我们就会承受着 神要谈到的福气 那种谈到的福气 描写为 好像贵重的油 临在亚伦的头上 一路这样 由他的头发 流到胡桑 又流到依侵 一路这样 满日 那种的香气散出来 又很被黑门的金路 在石安山 九汉逢金路 这种的生命 我盼望教会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保罗 向教会的提示 他说这是一个福气 福如和 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在争斗 或者选择和平的相处 当我们选择 其实就是选择祝福 还是选择就座 所以我盼望 今天我们领受 这些很重要的恩典 也都让神赐给我们 这些所有的素质 不是我们与生俱来 但是我们可以去及 我们要揭力 意思就是说 不单止是神愿意我们得到 我们都要同时配合神 我们去向神支取 向神呼求 求神赐给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生命 也都能够不断保持操练这种的素质 接着很简单 就是第四到第六节 当保罗用了刚才五个的 那么重要的质素提醒我们 要操练以至我们蒙福 以至我们能够经历合一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最大的福气 因为合一就带来很多的祝福 也都能够很多的工作 能够透过我们成就 然后接着他就讲 合一的基础 接着保罗就在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 提到了一个七个的一 这个是以信仰为基石 一个叫做属灵里面的血脈的相连 我们是基于这个的关系 血脈相连 所以我们需要合一 我们也都应该合一 第四到第六节是这样读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同有一个子望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观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保罗用了后面这三节 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合一 用了七个一 这七个一都是 去鼓励我们合一 这七个一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根基 一个身体 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应该合一 不要分裂 基督是我们的头 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来的 他提醒我们 你要记得我们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一分子 在这七个一里面 有三个是讲到一个圣灵 一个主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一个神 这个是讲到三一神的真理 对比于 我们以前可能 拜很多的偶像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但是这里很清楚 只有一位神 独一的真神 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 独一无二的 天下人间没有刺下第二个名 可以靠着得救 然后就讲到一个身体 一个子望 我们同有一个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 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成为神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竟然梦了怜悯 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分子 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可以在一起 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不单止是今生 它有别于地上面的血缘的关系 血缘的关系都是及身而止 在这个世界 这个身体过去就停了 但是这个属灵的关系 是延伸到永恒的里面 这个身体是由地上 一路进到天上 这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预表 这个是一个身体 一个盼望 一个信仰 我们在同一个信仰里面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专注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身上 然后他提到一个洗礼 这个洗礼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家 那个步骤 然后我们成为重新得救的人 进入这个身体当中 这个就是保罗简单说的 整个是以信仰为基石的 弟姐妹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盼望神念吻我们 我们愿意这样进行的时候 去经历神一切封信的恩典 在我们的中间 我请大家和我一个简单的祈祷 祂天父我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们长久的忍耐和爱 我求你借着圣灵 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的样式 谦卑温柔忍耐 以爱心互相宽容 以和平彼此联系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求你赐福我们 多谢你谁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若我们一起用国语 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 从心合一 当我们可以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一年搞过我们的一年 祂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重新合一 重新合一 当我们放下这些心意 为大使命圣上自己 重新合一 重新合一 让我们宣传神过合一 不分悲剧 同心向前行 当我们可以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一年搞过我们的一年 祂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不分悲剧 同心向前行 像这细节为主发光 可以寻求神过多难途 不再哭泣泣泣泣泣身心意 不分悲剧 同心向前行 让我们宣传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的 祂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一年 祂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一年 不分悲剧 同心向前行 因应会友的需求 教会现在实施第一阶段重开计划 首先是开放给团契和小组聚会 负责人可以在教会网站报名 聚会时必须要遵守安全守则 如果身体不适就要留在家里了 请保持六尺社交距离 在进入教会前必须配戴口罩 接着到登记台前用搓手翼拆手 负责人会为你量度体温 登记个人资料 所有室内聚会地点的座位都有编号 必须根据编号入座 不可以随意调动 聚会时要保持空气流通 不可以分享食物 和饮品 唱歌更加高风险 聚会后请负责人用消毒噴霧 消毒接触过的地方和物件 关好门窗 将用过的物件放回原位 我们总共有四个聚会地点 第一个是教会主堂 可以容纳50人 首先由正门进入教会 原地上的箭嘴进入主堂 聚会后原箭嘴从正门离开 第二个地点是教会主堂地库 可以容纳20人 都是由教会正门进入和离开 第三个地点是恩福楼正层 可以容纳15人 正门进入 地库离开 第四个地点是停车场 可以容纳30人 聚会的时候 这里就不可以泊车了 如有需要 请使用恩福楼的洗手间 所有的洗手间 每次只可以一个人使用 用完之后 请记得用简液洗手20秒 再用清水冲净 接着将洗手间消毒 只需要将这瓶强力消毒剂 在洗手间里面噴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噴完之后 无需再抹桌面 这样就可以离开了 请大家严格遵守以上的守则 让教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聚会地点 详细的安全守则 请参与教会网站 好 感谢麦木思的信息 以后是家事报告 首先是第一项 唐庆消息 网上25周年感恩的大合唱 我们会安排在各堂崇拜之前的 15分钟来播放 而粤语堂的崇拜 仍然是早上的8点半 和11点半 和11点半来举行的 另外25周年的大合照 这个收集相片 我们研置是8月31号 请丁姐妹尽快将照片来上载到教会的网站 第二项教会的重启 在7月20日开始 教会已经可以让小组团契回到教会当中聚会 请请丁姐妹留意 来到向教会办公室来到去登记 以及来到遵照各样使用的手术和程序 大家可以参与教会的网站 第三项感谢事奉人员 我们很感谢采购部部长范李英明姐妹 她在7月底正式来任 也很欢迎何謝韻怡姐妹 在8月1号来正式上任 采购部部长求臣赐福和使用 第四项是关于执事提名委员会的成立 我们需要有两位的会友代表 这个提名大家可以来到网上 来索取这个提名的表格 来提名两位的会友 来成为提名委员会的成员 截止日期是8月9号 最后第五项祈祷会 我们也很逼切地来呼吁丁姐妹 来到她当中 来到在每个周二晚上 我们来到一同 来到为现今世界的疫情严重 和社会里面出现这么多动荡 人民的生活 我们来到同心 来到恳求 我们的神在当中 来到去施恩联吻 好 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现在我们请一同喜立 来到同唱三一众 祝美真身万福之间 地上生灵当真主人 天上万军中赞主名 真美成福 圣旨圣灵 阿们 请低头 你要同心 你要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 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你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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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崇拜结束 请大家默讨 愿神 你要赐福 每一位 阿们 阿们 祝美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